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总统蔡英文今天在总统府接见我国出席106年第25届APAC经济领袖会议AOM代表团,我国APAC特使宋楚瑜认为此次中国对台式出善意并称赞中国有大国的样子,强调两岸有各自的坚持,但要相互尊重。 蔡英文今天在总统府接见APAC特使宋楚瑜等人,宋楚瑜表示此行与美国总统川普有过谈话外,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自然互动,并与缅甸、柬埔寨及辽国这三个非APAC成员的领导人有过误谈。 他强调此行没有空谈。 宋楚瑜也就与中国互动认为此次中国对台湾释出善意,无论是政委邓正中还是女儿宋正脉都顺利出席。 APAC他也强调两岸有各自的坚持,但要相互尊重,把基本的问题处理好,并称赞中国有大国的样子。 他也提到,各国都表达对中国经济的期待,很多人都谈到一带一路,表达想参加的意愿。 未来台湾不能用PAC进来与对岸发展关系,要与和平、繁荣和伙伴关系为原则。 另外针对此次行前碰到签证问题,邓正中表示,所有迹象都指向越南方面行政作业的疏忽,他已向越南主办单位反应。